或回上一頁 等等的 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這個 中文的字的話 那該怎麼做 基本上特別注意 其實 這個做法都一樣 其實主要就是你要了解標籤 就可以了 所以第1步 第2頁對不對 一樣選取他 第2步的話呢 這邊 這個一樣是處對不對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標籤名稱其實很好認 有沒有這是data add add是增加對不對 back是回去嘛 btn是button的意思 對不對 都是縮寫嘛 然後各位可以往下看 data back -test test是什麼 文字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如果要把back 取代掉的話 非常的簡單 這個框框有沒有 請你填上文字就好 比如說我們示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現在沒字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回 回上頁好了 你就把這個字 打上去就好了 回上頁 OK 打上去 Enter一下 然後油表移開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實際上呢 這個做完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他基本上就是在哪裡呢 在這邊增加了一個什麼 這個 標籤 有沒有 那位置剛好就是 在最上面 就是在 Data 肉 等於配局的上方 增加了 這個 等於是他自動幫你填 程式上去 對不對 OK 那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 結果 OK 你就是 在瀏覽器 再預覽一下 然後儲存 4 我們來試試看 第2頁對不對 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 回上頁 就做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非常的簡單 你 也可以 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上個禮拜的 這幾頁 總共3頁 再把它 開起來 開起來 然後 再來做一個 修改的部分 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 我是放桌面上 如果說你們已經 系統還原掉 假如說 你們的那個 網站上面 沒有這一個 原來預設是這個 把它剪掉 把它扣掉 假如說你們原來 應該進來的話 應該是什麼都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做 特別注意 如果說 我這邊先把它關掉 如果說 你們第一次開啟 應該是還原 假如說你要去開啟 上個禮拜做的網站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請各位還是一樣 到網站 在哪裡呢 新增網站 反正 你要開啟 或者要新增 都是新增 特別注意 新增 或者開啟 都是新增 OK然後新增網站 一樣的方式 把什麼呢 把這邊一樣 打上 就是名稱都一樣 新增跟開啟都一樣 然後 差別是說 名稱這個一樣 然後這個不一樣 這個你就是選 也是我放桌面上對不對 你就把那個桌面上的 這一個 這個 打開來 按儲存就可以 路徑是一樣的 新增跟 開啟 都一樣 然後儲存 差別只是說呢 如果你新增的話 沒有這個東西 也沒這個東西 就是完全空白的 但是如果說你是開啟的話 裡面會有 你就把它打開來 就可以開始練習了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 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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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